好啦 那各位觀眾晚上好 今天要來介紹這個東方Lothwood 那這款遊戲呢 大家應該知道東方Project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多衍生作品 所以這遊戲其實真的是很讚 它的故事啊 它的人物的角色 故事很多都是玩家會自己去寫一些很棒的那種原創的內容 所以你看到東方它有MV 有遊戲 有小說 有漫畫 創作 從東方Project的原型為基礎來建構出來的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東方Lothwood呢 它其實算是一個二創故事啦 它就是說因為失去的話語Lothwood導致這個幻想箱有沒有 產生巨大的異變 那為了解決異變呢 這一小的惡人組又要出來解決這些爛攤子 那這遊戲大家一定很好奇這遊戲是怎麼玩的啦 那我們就先來續張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大家知道東方它原本也是有一個彈幕的遊戲嘛 慢慢發展發展而來的 所以彈幕在東方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 當然不是叫你真的要去玩彈幕 就是說它裡面有一些彈幕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又來到這個地方了 裡面住的吸血鬼啊 一對這個不祥的姐妹花 也是我們來這邊的緣故啊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看看啊 他們不在是不是 又要搞事了 這是怎樣 等一下 這是怎樣 有人會這樣站著睡覺的嗎 你們要幹嘛 沒什麼 我們只想進去 你在說什麼美玲 所謂的門不就是讓別人進進出出的嗎 不不不 你們在胡說什麼 沒有大小姐或女僕長的許可 我是不是可以允許你們進去的 如果想學習一下體操的話 我可以奉陪 今天請回吧 你們在幹嘛 還想偷混進去 啊 兩位 想鬧啊 他發現了可能會導致大爆炸的危險物體啊 如果你家主人裡面有這樣的東西的話呢 總覺得會出血啊 為了他的身心安全著想呢 我們就來回收了 怎麼樣 可以接受嗎 什麼 發生這種事情 這就是非常危險啊 好啦 那說得通啦 進去吧 哈哈 重點 硬要進去耶 這兩個 用對決來決定了 你看 一言不合就要開射 是說彈幕對決沒錯吧 來了來了來了 來 彈幕來了 其實這個遊戲雖然說是彈幕啦 但他還是回合制的遊戲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說 我這個手殘 就不會射 他彈幕的話 每個人他有一些 這個不同的彈幕射擊方式 比如說擴散啊 或是說集中彈 那 兩邊的話呢 都會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當然你還是要可以修煉你這個彈幕 他之後會越來越強 所以我們就先打他 應該這一個人我們用集中彈嘛 來 還掉兩個P 一堆miss 我就跟你講說集中了吧 那我們試試看用擴散彈 看有什麼不一樣好了 來 其實擴散彈還蠻強的耶 好痛喔 然後他遊戲裡面還是有一些屬性相剋的部分 像他這邊有這個 日月火水 木金土星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宇宙萬物之間 各種元素的相形相剋 在東方的世界裡面 這個屬性相剋也是相當重要的 你看對方 因為他被我相剋 所以他現在寫一張剩下16滴 我有69滴 6、9、6、9 6跟9呢 畫起來大家覺得像什麼東西 像是一個太極啊 懂不懂 像是一個太極的圖案啊 所以我已經掌握到了這個太極兩一 生四象啊 四象生八卦的道理 對方你看 就被我69爆了 是不是 被不認真修行的女巫幹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要使用太極 這個符咒呢 已經代表了一切 冥冥之中必有注定 你看 告訴你 多多69 多多厲害 這裡面其實遊戲裡面還是有相當多角色啦 可是這個是皮蒂帳號啦 皮蒂本身稍微偏非洲一點喔 所以他那時候一抽是抽到這張啦 他稍微偏非洲 但是我覺得這張也是蠻香的 抽抽看嘛 好不好 好 我們實抽 實抽會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唉唷 我看應該是出了喔 好 抽到一個如常的賽前香 裡面也沒有錢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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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蒂 我就說你非洲吧 哈哈哈哈 我今天跟皮蒂那邊插賭 他就說 阿不可能啦 你今天抽不到 我就說 那有可能 我隨便抽 隨便一發入魂 來 來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首抽畢業 唉唷 可以開局了 可以開局了 完美完美 這個陣容 完美阿 我覺得可以再多抽幾隻欸 不會啦 這遊戲其實還蠻好抽的啦 來 我們再一個十連抽 開局十連抽 欸 金色的 兩張 啊 來了 來了來了來了 有了有了有了 主角怎麼可以少了他 火力的背後 人家火力那麼大 不是沒有道理的 人家 徹夜 苦毒 吃蘑菇 補補生子 人家才有辦法 有使出這麼大的魔砲 你以為人家這樣 以身俱來的這種能力嗎 沒有 也是透過努力得來的 哈哈哈哈 你看我就說吧 魔法的事前準備 馬上就吃蘑菇了 沒有這遊戲還沒有 欸有了 妖夢也有了 可以了啦 可以了啦 完美了完美了 Peace 可以可以可以 完美了完美了 這個陣容已經補完了 好嗎 可以了可以了 陣容補完了 太猛太猛了 好那我們繼續齁 我們繼續打 我覺得已經 已經完美了 他進來紅魔館了 首先呢 想要在紅魔館找什麼東西的話 那就是這裡啦 土書館 我估計呢 帕丘莉應該還在喝茶吧 趁現在趕快翻偷看魔導書 又想偷 是不是熟門熟路啊 你當自己家 你看人家來了吧 在那邊幹什麼啦 黑色的老鼠小姐 哇 你怎麼在這裡啊 好 他是個魔法師 我叫帕丘莉 這女孩叫做皮可可邦寧 呵呵呵呵呵呵 啊這樣子啊 你看 我覺得 其實真的 這兩個人都很會 為什麼他們兩個都很會呢 你知道嗎 因為呢 他們到別人家 都可以一副理所當然 然後呢 就透過一些言語 莫名其妙的 就這樣混進來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忘記說 為什麼要來這裡呢 你有發現嗎 這兩個真的很厲害 不愧是專業的魔法小偷吧 啊 整天去偷別人的 呵呵呵 偷別人的東西 再偷 你看 人家 你看 是不是 生氣了吧 那個寶石 什麼寶石 風結石喔 唉唷 這風結石有在這裡嗎 不 這裡沒有 那我們就沒有必要來圖書館啦 去下個地方吧 那也不行 欸 欸 為什麼 誰信你的鬼話 每次人在這邊都鬧得不可開交 吵得我頭痛 害我讀書時間全部都給白瞎了 今天死也不會放過你 用彈幕來結束幕 等一下 你在圖書館不會被轟爛嗎 好 唉唷 BOSS 這直接打BOSS 我不會生氣的 乖乖把師傅還給我吧 呵呵呵 怒疾反笑 呵呵呵呵 那沒辦法了呢 那我用我的屬性彈幕給你打趴 他有屬性彈幕啊 他說那個這個 帕修歷是一個受耐性屬性很多的 這個難以對付的對手 但是他唯獨在新屬性上面有破綻 我們在打對方的時候呢 不是會掉P嗎 他跟東方系統一樣就是說 撿那個P會增加你的Boost 那你就可以 射起來就特別特別的爽 來了哈 好啦 還是先用 雷射GP好了 然後 集中嗎 全集中 欸嘿嘿 為什麼全miss啊 喔帥 喔 就你特別強欸 哇靠 這擴散好痛喔 有啦 三了啦 好啦 全集中 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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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喔 有點強 等一下 欸 玻璃莎你又開到大啊 隨意啦 哭哭 完了 又被他騙走一本書了 可貴是職業詐騙集團啊 看一下好 那他角色其實這邊我稍微再介紹一下就是說 像我剛才不是抽到什麼技巧啊 干擾啊 攻擊啊 速攻啊 防禦什麼的 這就是他角色的一些相關的定位啦 所以像這個技巧型的其實我覺得他破壞力都蠻高的吧 像這這這也是很強的打手 所以一開始如果抽到這一支的話 我個人覺得就是抽到整角了 你看這邊 只要在10月26號遊戲上線之後啊 登錄滿7天喔 你就可以把東風古早苗帶回家了 是不是 哇 這麼佛心 大家如果說對遊戲有興趣的話 先事前預約 10月26號正式的就上市了 好啦 OK 那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啦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啦